现代人不但是对执法的手术接受度越来越高了 连带对执法的观念也有所转换了 因为在过去我们只要一说到执法 总是觉得跟秃头画上了等号 不过现在反而是有更多的人 他们要求像是直眉毛啦 定角还有发际线等等都有 希望可以借此来打造干时尚的外形 而这样的美型执法也逐渐的成为趋势 您一学高兴 谢谢 在高地诊所接受执法的Alan 向迷茸医师献上鲜花 恭喜他的脸部美型执法论文 登上美国医学期刊 执法不止于就是执法之外 还有一些设计美感 所以我觉得就是男生跟女生 是非常注重这一块的 论文的内容特色就是在讲 如何将多种的这个美型执法 混合表现出来 那一天之内就可以完成我们幻诊心目中的想法 有分这个发际线 3D病 眉毛 病脚 落腮虎 上虎 还有下虎 甚至于呢 还有就是口姿虎 也就是说透过一次手术就可以同时进行两个部位以上的脸部执法 达到修饰脸型的效果 Alan这一次的执法最主要是针对发际线 那比较不太一样就是说 它其实不是整个空 它其实是还有细毛 然后我们种下去的这个毛法呢 还要能够搭配那些细毛表现出它这个发际线的完整 那旁边的部分呢 我稍微帮它做了一些些这个3D病 这样可以让额头看起来不要那么的宽 林医师采用的是韩式2.0专利执法笔技术 不但手术伤口小 愈合快 看起来也更加自然 像Alan在术后的隔天回诊 某种的情况就已经明显改善 今天是Alan术后第一天 感觉怎么样 还好耶 回去休息睡觉也没那么多 对 不管是哪个部位的执法 除了熟练的技术之外 指导医师的美感和诊所的服务品质 都是患者考量的因素 我的认知观点也想说 只有执法 但他说执法其实都有 但重点是你未来的油线 跟你整个造型的部分 就说 林医师很厉害 所以我其实觉得高地执法 每一位他们都是很亲切 然后去招待你 对 那你会感受到就是 就有点像假的感觉那种 手术成功后 接下来的头皮照护 也是一大重点 因此诊所特别规划术后课程 教导患者如何做好洗物 养出健康的头发 而诊所开业十多年 累积了三千多位成功案例 专业的技术不仅越来越受欢迎 还吸引了许多有需求的海外人士 参加诊所推出的三天两夜执法行程 目前我们亚洲的客户主要是来自于香港 澳门 马来西亚 新加坡的华人 那目前我们有三大免费的优惠 提供这些华人朋友 第一个是免费机场的接送 第二个来我们诊所执法的每一位客人 我们都有帮他投副邦医疗险 第三个呢 术后一年我们有24小时 online的线上咨询 免费的 流行趋势带动执法观念的转变 现在的执法不只要解决调法问题 更要提升整体的造型美感 而林医隆医师也强调 选择美型执法诊所时 除了衡量医疗团队的素质之外 手术之前和医生做好沟通 才能达到让患者满意的效果 中顶亚洲台孙世忠 叶宇盈 台北采访报导